这边有周家谱跟张家谱 但是我们要找的田家谱 在地图上不存在 到一个村子 说他们是失败桃源 倒不是因为没有信号 而是他们整个村庄 在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行不说田家谱 行不说田家谱 你给我断面来走 没有田家谱 我都接你 我都那么多接你 您瞧这位大叔着急的 原来他找的客户 今天来预定猕猴桃 大叔解释了半天 客户也还是走岔路了 担心自己找的客户 被其他果农带去 能不着急吗 还是赶快骑着电动车 去路口接人吧 你叫道里道里道里 快来来来 哥 搬过来 走这 走这 搬过来 咋有天不 先跑 哥 倒过来倒过去 他请讲话自会 慢慢才给我走 对 不行 拿接路还得不好做 拿出去看一下 嗨 原来是客户在地图软件上搜不到田家谱 找不到地儿啊 大叔这集真是着大了 那咱们看看这个田家谱村 是不是真的被遗失了 村民说的地儿是陕西省周志县 雅百镇昌东村的田家谱村 田家谱是个自然村 有着千年的历史 宇宙家谱 张家谱 高家谱 这三个自然村 共同隶属于长东村 但如今 其他三个村子 都能在电子地图上找到 唯独没有田家谱 用高德地图搜索一下 输入田家谱 显示未找到结果 用百度地图再试试 显示未找到相关结果 其他地图软件 也都没有搜索到田家谱村 只能导航到它的上级村子 昌东村 几个地图软件都试过了 确实找不到田家谱村 导航不管用了 只能下车问问老乡了 就从前面这里 走到那个石子 那边上那一架 刚才又走过了 没想到又走进了死胡同 在迷宫一样的村道上 不知摸索了几圈 终于越来越近了 右转 然后一百米掉头 已为您切换路线 前方两百米掉头 右转 然后到达目的地附近 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 田家谱村 这就是田家谱 这就是田家谱 嗨 找了好几圈 原来这就是田家谱啊 真是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不光是记者找不到 只要不是本村的村民 都很难找到田家谱村 这地图没有在田家谱嘛 不管是那个村 后住找不到田家谱这个村 和平那个张家堡也有 周家堡也有 就是那三个都有啊 对 就我们说没有 那这是比以往的觉罗 有时候朋友 我看见我身份证了 是我 你们厂东村有个田家堡 他一查出来 发现有个厂东村 没有田家堡这位地址 人家不相信我是那个身份 一年当时是那天下午 当时呢 起发行动 下午三天我起发行动 以后打一二零 把一二零打来 一二零不过来 一二零就到南方 我的时间太大了 我的时间太大了 我就急着我 就走过来 走过去 九号车 早一天打到路上来回 也走 比如打电话 都来四个小时 这下午最假时也六小时 九号车 快到下午 以后那已经昏迷了 记者跟随村民 到了镇政府 寻找田家谱 未被电子地图标注的原因 你看这是山家谱 这是高家谱 九号载 咱们这摩得田家谱 你说什么叫田家谱 鱼室里 就是人家 吃外套 乡镇干部一听说这事 感到很意外 就想找来一份地图看看 结果跑了大半个县政府大楼 竟然没找到一张地图 看来不仅仅是地图 遗忘了田家谱 这里的人 也早就把地图抛一边了 咱们就相望于江湖吧 眼看就要下班了 记者只好去一家书店找找看 就是没有添加谱 当地民政局张贴的民情地图上 是标有添加谱的 一直是由民政局内部使用的 而在市面上流通的地图上 都未标注添加谱 一些机关部门或出版社 旅行社 电子地图等 在制作地图时 参照市面上最早的 未标注田家谱的版本 延续下来 田家谱就被遗忘了这么多年 了解情况之后 记者拨通了高德地图的电话 寻求解决办法 几天后 记者得到消息 在高德地图上 已经可以导航到田家谱了 从周治县到雅柏镇田家谱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在地图上 已经能找到田家谱了 很明显 困扰村民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喜悦的村民 也给记者发来了感谢短信 电子地图这样的高科技产品 也会犯第一级错误 还是一个老板朋友的错误 一直过来了 正所谓是一步错步步错 不过这回咱们村的地图上 可谓重出江湖 那希望能真正变得一路畅通 生活富足